那最重要的道路来讲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起飞飞往 几天台湾时间的话 预计今天晚上10点钟要抵达巴黎 那么当然是由这个马克宏亲自来接待 还会在所谓的他的第二家乡 碧里牛斯山区这里 以风景啊美食啊 说要邀请习近平一起欣赏美景跟美食 而习近平也重申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立场 现在在美中对抗理下 几乎全球化被锻炼了 那现在到欧洲来告诉大家什么 要反驳欧盟对大陆电动车关税 会造成威胁这件事情 他要强调我们是可以一起合作的 马克宏说中国是个大国 我们需要他 而今天我们看到白天的时候 画面是法国的街头已经插起了五星旗 看画面上可以看到五星旗跟法国国旗 一起同时并列在街上 这些画面代表着这个法国 对于习近平的高度欢迎 而今天出访欧洲包括三个国家 除了法国之外 还有其他的塞尔维亚以及匈牙利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特别强调 这个是代表着中欧关系整体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美中对抗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刻 反而可以为世界和平发展 注入新动能 这也是习近平今年首次到外面去访问 也是五年来首次到访欧洲 当然中间跟疫情也都很有关系 所以习近平访欧的前夕的时候 有一些期待希望伴手里是什么法国的化妆品 当然本来精品化妆品都是对法国的业者来想 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但近年来似乎不是如此 这个经济数字看起来 所以现在法国的化妆品产业 正在期望的是中法的元首会谈 可以对于所有的各种严格规定可以松绑 那么对于法国的产业的帮助就会很大 而欧盟外交首长说 欧盟的外交代表波瑞尔他的公开谈话 中国已经崛起成为超级大国 美国失去了全球霸主的地位 中国不仅在商品生产军事方面 都成了美国欧盟的对手 这也是美国当然要极力围堵 跟对抗的原因 那中国电灯车的问题在欧洲 美国当然全力围堵嘛 欧洲市场进不进得去 现在很关键 法国做了一个动作叫做取消奖励 大陆的制的电动车 就会影响购买意愿啊 因为去年法国政府规定的 要购买 本来他们是强力的全市 全国家都在鼓励电动车 那包括什么充电免费 停车免费等等都有 那鼓励大家去买电动车 结果唯独针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没有获得这个现金激励措施 那么不补助的情况之下 当然销售量就大幅下滑啦 市占就从32% 直接下滑到现在的4% 法国财务部长说 这个代表着更严明的资格规则 正在发挥作用 产生了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效益啊 产生了围堵的效果 不过呢德国媒体是形容啦 比亚迪卖不好只是一时的啦 等他出更低价的电动车 你就知道了 这个是德国商报的分析 他认为比亚迪啊 还有更强的竞争力 例如更低价入门型的电动车的时候 销售量一定会快速上涨 那其实在全球都希望赶快把电动车全部态换 有更大的占比的时候 这种低价的电动车反而对市场是有帮助的 恐怕等他出低价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厉害了 这个是德国媒体说的 所以当美国的新规购车可以抵税这件事情 同样也排除了大陆的购车的电动车 一样的道理的时候呢 各种的分析就会认为说 如果拜登政府过快切断中国供应链的话 可能会没有办法实现到2030年 一半新车零排放的目标 因为美国的转型是当时在这个全球气候协议里面 要求要跟上的这个实际的目标 那大家要换的目的要有动能嘛 这个动能是除了价格之外 还有产品的优异性 但如果说这个电动车 它现在没有把好好的这个顾好市场的话 那么除了没有办法达标 也可能会把市场拱手让给中国大陆吗 科技封锁 美国一直在做 没有停过 韩国媒体却说 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正紧追韩国 怎么封锁 仍然不如预期 并没有削弱中国产业竞争力吗 在韩国的媒体是这样说的 而半导体领域也一样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例如像手机所用的晶片 似乎都不是可以管制得了了 但拜登已经正式签署完法案了 这个就是进T-TAC 就由议会所通过的这个法案 他签完了之后 理论上就应该开始执行了 什么时候执行呢 不知道 如果T-TAC在9个月之内 不出售美国资产的话 将会被封杀 当然因为T-TAC现在强调 他要用法律战来对抗 所以也没有要退 也没有要卖 就看接下来在法院诉讼 跟这个官方行政机构的对抗 这个所谓的争取权益 慢慢长长长的诉讼的程序里面 会撑多久 亮哥来看看习近平访欧的行程 这个 去法国事实上基本上是一个回访 因为马克宏去过中国 所以他做一个回访 当然中国大陆是把法国当作 欧洲的主要的大国 也希望能够鼓励他更加的独立自主 事实上这个王毅去访问西班牙 就跟西班牙的首相公开说 说中国如果跟欧洲可以合作 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新冷战 也不会有贸易战等等 不会有保护主义 所以我觉得他在战略上 是愿意给法国更大的空间 而且他大概也料到 像中欧投资协议已经这么多年了 根本没有办法审 因为你现在要欧盟所有的国家 都通过怎么可能 所以他就决定单独对个别的国家 就挑他认为比较有分量 比较有善意的国家来做互动 法国当然是首选目标了 所以我认为他应该会 单向开放法国一些产品 进中国市场 比如说农产品 他事实上已经开始喊一个口号了 说从法国农业到中国餐桌 要直接拉成一条线这样 今年也是中法的文化旅游年 所以他一定会做一些动作 来表达善意 所以你刚刚讲什么化妆品 那个都算小事 因为中法的贸易额其实不大 连800亿都不到 中国跟德国的贸易额已经2000亿了 中国跟俄罗斯已经2400亿了 所以这里面显然就是还有很大的空间 没错 所以他一定要开放 开放 法国事实上也有很多企业 本来就跟中国有相当深的关系 比如说核能集团 中国有一个广核集团 本来他们就是合作的 他还有航太空中巴士 空中巴士据我了解 也有新的订单在谈 那这次还秀出了好几个企业 比如说中国有一个叫敏石集团 他就是做电动车的电池 所以他现在也在中国 在法国找合作伙伴 那我认为这一波 也会包括他去法国做一些 太阳能产业的投资 或者是合作 我觉得他一定会把这个事情 摆得非常高 因为他也秀到了 法国有意这样做 比如说法国在南太平洋 事实上也有几个大岛 那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新卡勒斗尼亚岛 New卡勒斗尼亚 那因为上次澳洲突然不买 他的柴油浅件 所以法国很生气 所以他就故意把中国拉进来 有点是中法在南太平洋 然后要对抗 就是互别苗头 跟澳大利亚跟美国的结盟 来做苗头 因为美国搞AUKUS 也没有邀请法国 所以法国也很不高兴 那这一次他们可能会签一个 叫做这个法国南太平洋的岛屿 跟中国南部战区的合作协定 所以所以我是觉得 军事上的合作 这个已经确定了 确定了 那中国大陆我认为 未来也会到南太平洋 法国的岛屿去协助做基建 比如说盖码头干嘛呢 那未来中国搞不好连 搞不好连军舰都可以停靠 这个就要看他跟法国怎么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多方面的 就是说不只是欧洲的政治 也包括南太平洋的政治 然后也包括军事 也包括经济上 如何去跟美国做制衡 所以肯定是多方 然后中国大陆会释出蛮大的善意 是 那卓老师我们在看到 电动车这个议题的时候 法国本来是跟美国的立场一致的 当然也是觉得电动车 对于当地的威胁太大 那看起来这个措施 也还没有可能松绑的机会 最近法国的这个 最近欧洲的这个政客网 有一个消息很特别 他说现在这个欧盟的官员透露 因为这个这三家公司 就是被调查这三家公司 上汽比亚迪跟吉利 他说这三家公司 没有提供足够的讯息 所以可能会 欧盟可能会对这三家公司 采取一个不利的结果 那当然这个就是两面 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结果可能是不乐观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如果他们采取一些 调整一下他们的做法 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当然到底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知道 看起来大概会在欧盟 欧洲议会选举完 大概这个结果会出来 但这个调查 其实也反映了马克宏 他的一个外交政策 外交手腕的一个独特性 就是说其实有人用这种避险来形容 他的外交手腕 因为事实上这个行动 这个调查行动是在马克宏支持下进行的 事实上有人甚至认为 法国就是在背后游说欧盟 去采取这个行动 所以中国大陆为了报复 就也采取对于 也对法国的这个白蓝地酒进行调查 所以两边都采取了一些行动 而且马克宏不单是这样 他事实上还最近还建了这个 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行政首长 所以说你就看得出来 他就是说他要展现说 他真的是独立自主 但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大陆是愿意去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希望法国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最符合大陆利益的还是马克宏 以及法国真的能够做到独立自主 不要完全倒向美国 那能够成为在国际舞台上 在整个西方阵营里头 制衡美国的一个力量 我觉得这是大概北京 现在看待法国所期待 他扮演的一个角色 是 夏伟哥来看看欧盟当然跟法国 现在接下来要访问的几个国家 就是要突破欧盟可能 比较相对跟美国一致的立场 的确 因为其实欧盟 当然因为在乌克兰的议题上面 还有包含在巴勒斯坦的议题上面来讲 的确 欧盟跟美国关系 可以算是说 某种程度来讲 美国甚至可以在这两大议题上 成为欧盟世界这样的领袖 但是欧盟内部 其实也对于很多的这样议题 不尽然完全都是对美国的观点 百分之百百单的 所以像比如说 他这次从习近平来说的话 当然是希望到这些欧盟里面 其实相对来说 可能是过去比较亲俄罗斯的 甚至于可能比较跟原先 过去共产世界相对来说 关系比较好的 其实以中国大陆来讲 中国大陆在欧洲的朋友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其实甚至于你说 他跟德国来讲 他跟德国的经贸的密合度 或者说经贸的往来 可以甚至于在欧洲来说 是相当的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如果能够 就是说他到了欧洲 势必也要去这些 相对来说 友中或亲中的国家 去走一走 然后最重要就是要借由这些 友中跟亲中的国家 去的时候能够 让这些国家能够 不管是在外貌上 或者在各种方面 能够得到来自于一些 北京方面的 具体的这样一个 资源跟协助的话 对于中国大陆在欧盟 能够突破美国的 这样一个外交的一个封锁 跟包围是比较有帮助的 因为你其实整体来讲 欧盟里面相对来说 对于美国其实并不竟然 也的确说所有的事情 都买单或同意 像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最近有相当多包含电动车 或是晶片等等 这一类的议题 甚至像晶片的议题 你说世界各国 或在美国领导下 对中国大陆 毛起来开始进行封锁 但搞得半天 现在中国大陆自己也突破了 对不对 今天中国大陆 能够在晶片的议题上 有所突破 是不是未来 其实其他欧盟的国家 也可以借由 跟中国大陆往来的这个部分 找出不被美国封锁的 这样一个部分 因为毕竟大家都会想要 要有一口饭吃 对不对 如果说今天中国大陆 在这个地球上来讲 现在几乎已经可以说 是第二大经济体了 但是如果对中国大陆的 这种各种的商业往来 要受到重重限制的话 甚至于有很多 其实跟欧盟的 或者说欧洲的这些国家来讲 它的角度来说 可以跟北京 可以互相互补有无 这个时候 我还因为你欧盟的限制 或是美国的这样一个 带头的这样一个风 那个算是抵制的话 我因此这样有很多的钱 没有办法赚了 对于这种欧洲 很多的国家来说 相对来说 它也是因此而萌受到了 一定程度的这样损失 所以其实这一次 中国大陆你可以看到 习近平能够亲自去 因为毕竟国家元首到了限地 对于被受访的国家来说 自然一定要提高规格来接待 因为毕竟是国家元首来 这个时候 其实国家元首 面对面见面的时候 虽然说前面 各种外交部门会把各种 所有的前置作业都做好 但是今天习近平会去 也就代表说 他今天到了这几个点 相对来说 这些国家一定是会有一些 跟中国大陆有互有互惠的地方 对 会有互惠的这个地方 那这时候去 他就会变得很有意义 而且也可以等于说 拿出实质的行动跟作为 对于就是说美国或欧盟 对于中国大陆的这种软围堵 来说可以有突破的地方 对于中国大陆的这种软围堵